在香港最繁盛經濟最好的年代 油麻地、佐敦道、旺角這些地方 都會有打橫打直的主派 其實這是香港的特色 你好 我是胡志佳 做魏雄綱館做了三十多年 那時我沒有興趣 只不過小朋友十七歲左右就當作玩玩 當時是很需要做魏雄綱館這個人手 那個年代 即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段時間 其實香港是最好經濟的時間 總之在街上有商店的商店 都會做一個招牌去吸引客人 那時你在條尼敦道那裡 你會看到打橫打直 我自己還是有份參與的 例如旺角朗豪方天台的半球體 又或者是中人大校的三角形 其實那個是藝人崗館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是在LED開始成熟的時候 很多設計師或者裝修公司 用LED去做它的招牌 到了政府那個屋遇署開始管制招牌的時候 慢慢將那些打橫的招牌 過大的招牌開始拆 拆下拆下拆下拆到整個尼敦道 都只剩下少許的招牌 如果只要還有人需要的話 它一定會存在的 到了真的沒有人需要的時候 它又沒有必要繼續存在 我覺得這個不需要擔心 我們都能讓一看 我們在單位內地居置 我們要等待任何時間 我們在十、幾下 我們要等待在旁邊 你們都要等舊 我們要等待 dia 我們要等待自己 我們會暫定 我們 COM 我們要看